教育如今 陈切却再无机会 站住了一场 孤叔 寡人不敢不试 这场怎么了 也无妨无妨 就是觉得这个头 关内侯前来拜访 因此头痛难当 哀嚎声不绝于耳 说吧 因此看了看始作俑者 米八子 这才得以保全自身 那么米八子为何这样对待因此 这还得从一个小时前说起 侍从来报 关内侯已经到了偏殿 因此舒缓的心立刻紧绷了起来 他要立刻前去 却被米八子一把蜡烛 缠着药 银丝带他一起去 无可奈何之下 银丝终于同意 这帮老爷子 都是清国宗室的顶梁柱 个个都是银丝的叔叔 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银丝 也变得乖巧不已 那么关内侯子死前来究竟有何用意 因此即将要成王 老爷子们就想着让他立王后 这话一出 米八子眼巴巴地看着 银丝顿时陷入了尴尬 他一再推脱 关内侯子更加放肆 如果是别人 可能也就忍了 但这位米八子可不是一般人 她是历史上第一位太后 张控清国达二十年之久 手段至谋可见一般 对关内侯的指责 米八子丝毫不让 非要让关内侯说出个一二三来 关内侯瞬间怒火中烧 给银丝举见了王后人选 周天子之女 米八子瞬间施展出爵士武功 至于这武功叫啥 大家可以各输几千 银丝捂住脑袋 此间痛苦 非常人所能忍受 关内侯询问病症 银丝忙说头痛难当 如此两人匆忙告辞 气得关内侯大骂造孽 回来以后 银丝说出了他的忌惮 关内侯自立老 有人忘又是叔叔 古与国与家 我都不敢带 但要是想换个国军 我也不敢说 那有那么大权力吗 有 米八子冷静地分析了银丝的想法 今天银丝带他出去 绝不是因为宠爱他 而是要告诉对方祖叔 他银丝不再受家族牵制 称王是向列国摊牌 今天的招建 是向宗室摊牌 银丝一愣 这女人不得了呀 就在两人即将进入省略一万子时 米八子宇出京人 正记在楚国 宇 宇 宇宙王 宇宇宇宙 就在刚才 秦王银丝喜当爹了 这个天底下男人都不会原谅的错误 银丝会如何选择 我在想如何处置你 护你出宫 还是灭义渠 你跟义渠害的事情早有朝臣禀报我 让我做不了断 今天既然你自己说出来 那就决断吧 米八子也知道 这事确实比较大 他立刻起身就要回娘家 并银丝伸手拦住 他一把将米八子推到 米八子开始冷静分析 这还没完 银丝应该还怀疑他的心 但这不是他 他的想法只有一个 让他的儿子不再受到楚国挟持 说着他就要冲出去 被银丝横架阻拦 这么一闹 银丝突然冷静下来了 继续留在秦国 把人的颜面 秦国的颜面都让你丢尽了 米八子知道事已至此 决心要走 就这么着 米八子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但米八子真心舍不得 侍从告诉他 如今的疫区已经不再是隐患 而是祸患 可就在这个档口 米八子突然开始呕吐 得 这是又怀了银丝的孩子 而这个孩子也不是别人 正是后来的情招相往 银记 他们停车休息 却见一对恋人依依不舍 就在这时 有人拍了他一下 是银丝 他伸出手 拉着米八子 至此 两人摒弃前线 而他们肚子里的情招相往 也逃过一劫 回来以后 皆大欢喜 米八子偶遇 以小孩冲了出来 这个孩子不是别人 正是后来的秦武王 赢当 魏叔也是一阵奇怪 这孩子连他爹都不让抱 就让米八子抱 公子好啊 这都三岁了 还不会说话呢 年 魏叔开心坏了 这孩子啊 终于开口了 米八子也是喜悦 他一抱 这孩子竟然会喊娘了 还真算得上大功一件 可很快 楚国试着求见米八子 他想让米八子帮楚国 但米八子一口咬地 他嫁到秦国 那就一心为秦国 与楚国再无瓜葛 而这事啊 很快就被银丝知道了 米八子明白了 大名鼎鼎的秦王银丝 竟然吃醋了 寡人不会吃醋 吃汤面是除外 这话什么意思 是件百味 人生匆匆 使得两味变口 哪一两味 苦 甜 谁夺了寡人甜谁 我就让他尝变苦头 米八子不会想到 与此同时 一居王也在惦记着他 不知银丝要在龙门称王 他立刻就要去龙门 可兄弟义渠长却横夹阻拦 想 要是我这次回不来 这国给你了 义渠长铁了心不让义渠海走 义渠海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认识 治理国家他是真不行 但义渠长言之早早 你就是草原之上最牛的男人 没有质疑 这话呀 义渠海都笑了 他还是想去找米八子 义渠长一看劝不了 也就下了决心 如果大王之后要去 臣要跟随 都走了 都走 这国给谁啊 这我不管 什么 义渠海一脚踢翻义渠长 他虽然荒国物证 但他最恨的 也是荒国物证之人 至此 义渠海交代好一切 就此离去 另一遍 张一正在清点称王大典的货物 可有一小丝 引起了张一的注意 张一弯腰查看 立刻认出了此人 齐国名士 陈枕 这惹得张一一阵吐槽 一代名士曲节为仆 弯腰刷盘子 这事要传出去 一位 你可就长脸了 秦国的脸给丢大了 在张一的一再要求下 陈正驾走 被带到了苏宣客栈 招式修正后 张一带着陈正来到了秦国朝堂 他要举荐陈正为官 但陈正虽是仁义之事 但对秦国一点好感都没有 虎狼之国 也知狼吞虎咽之话 吟思最恨的 就是别人说秦国是虎狼之国 他立刻表态 你不留 我绝不强求 至此 陈正告辞 但陈正一走 因此却立刻换上了另一番说辞 陈正确有大才 寡人必用之 这俩人 一个是虎狼之君 一个是虎狼之臣 俩人一合计 让这位齐国的特使 替他们出使为国 那齐国不得气死 陈正在齐国没法呆了 也就来到秦国了 那么 陈正会乖乖上套吗 这个呀 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集更加精彩